新北市图书馆万里分馆 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名神秘人士寄来的新书包裹 那里头呢大多都是最新出版的畅销新书 替北海岸呢是增添了温暖的书香气息 那为了要感谢这个神秘的赠书人 万里分馆是也特别了设置的一个Mr.Lee书香专区 那这些新书包裹三年来呢累计总共是有300多本 而且只要书本一上架就立刻会被借走 也成为图书馆最受欢迎的热门预约书 图书馆里书架上贴了大大的海报 写着Mr.Lee专区 这里是新北市图书馆万里分馆 从107年9月开始 每个月都会收到神秘的李先生寄来的书香包裹 为了感谢神秘赠书人带来爱与知识的力量 万里分馆也特别设置Mr.Lee书香专区 谢谢李先生长期捐书来万里图书馆 很感谢他就是愿意付出 民众开心又感动 因为这位李先生都是送图书馆没填购的畅销新书 三年多来寄出51箱总共300多本书 替北海岸增添温暖的书香气息 每个月大家也会期待 想知道李先生又为居民挑选了哪些好书 他很用心因为基本上他寄来的图书是经过挑选过 只要是我们馆藏目录有的 他不会再寄送 这一区是我们很受读者欢迎的一个专区 有时候一个月会收到很多次书香包裹 由于北海岸地区没有书店 每次书本一上架立刻就会被借走 官方也充满感谢和大家分享这位Mr. Lee寄来的满满心意 感谢Mr. Lee送书也送爱 记得蔡志恒新北市报道